今天讲主义主义的 4-3-2-1 那么代表人物呢就是 Red Army 那么这个点位叫做 Humanizing the population Humanizing the population 变成人 把人口变成人 人道化 人道化 Humanizing 变成人 变成人 这个就是 这有两个含义在里面啊 就有两个含义在里面 他在认识论上这个二 二阶性 二重性啊 然后还一是武装 武装权 自武装权 啊 就是 叫马克思所说的 啊 啊 啊在 中世纪一个阶层被 Emancipated 怎么才叫被Emancipated 被释放为解放的 他可以配件 Swords Swords 啊就在游牧民族里面什么在 他是一个被解放的呢 他是个成年人呢 他是个平等人呢 他有他的马 Swords and horse 啊 他有他的剑和他的马 也就是他有自武装权 这个时候说他是Humanized Humanized 那这种Humanized 他有历史局限性嘛 因为他还是一个 他的历史局限性就在于他 所以我用这种RNG啊 Humanizing Humanizing the population Humanizing RNG这有两个意思 一是他是主动的 二是他是过程性 过程性 他并不是个 他有个主动被动的二分啊 有个主被动二分 这个就是军事行动啊 说这么简单吧 军事行动 军事动 军行动 然后我就要把人口变成人 就是说 社会主义的军事行动 Socialist的军事行动 他就是要把人口变成人 本来是人口变成本来是异化的 奴仆 牲畜 性质 在那个异化的生产关系之下被奴役的 我把它变成人 但这个不仅仅是把外面的说外面的被其他被控制的人口也是你自己本地的本土的 你自己治下的 在一些落后的生产关系当中的 让他去先进的地方 这先进的地方是什么不对 那你比如说这个在 在农户里面 父权制 夫权制 控制之下的一些青年男女 这闹到部队的 他是要把他们 从人口变成 human 怎么叫human 就是我说的 自武装权 组织信任你 把枪给你 把 一些 战争工具给你 相信你 信任你 那当然也是要教育你培养你 所以这个这个点位的实践里面啊 包括了整个一个 筹建训练啊 这么一个过程 筹建部队训练部队的过程 还有训练 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个过程 也包括了 对外的军事行动 统一的 写它 归结为什么 humanizing the population your own population 就是说对于你来说 其实your population和 their population 对你来说是一样的 一视同仁的 因为你是socialist 因为我们是socialist 一视同仁的 敌战区的或者我战区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啊 或者说你要意识到 就是说 你是把你所占据的这个 土地上的 一部分人口 中的 先把它组织起来 让它 获得 过上更先进的 更具有纪律的 更具有目的性的生活 这个一样 然后由它 去为整个共同体的进一步的整个你内在人口的humanizing 往外去拓展 拓展它的生存空间 拓展它的资源 拓展它的这个 局势 拓展它的这个 幸存的可能性 以及发展的可能性 You have to understand 幸存要有必然性 就必须平了 在这个过程中是由它来带着 就是说 你就说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枪杆子里出那个 这里出到的这个 political power regime 它出到这个political power regime的它的合法性的来源就在于这个动态过程 这个动态过程是一个过程 所以它需要建制化 它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它需要建制化 这个动态过程是一个主动有被动主动之分的过程 所以是一个可以由 代议机构 有代表组成的 有代议机构组成的 有二分的管理者被管理者 是一个二分的 所以用这个一个动词 它的ing形式就足够表明就是要设立 它是一个 military government 军事性的 实际上这就是在它的紧急状况下 它就是往往都是 军事性的一个state 一个state 都是军事性的state 以军事作为它的优限 因为它当时是一个动荡 动荡状态 还是一个战争状态 它不是说一个完全和平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这个humanizing the population 这个是特有的一个 我们就是我们的m主义的一种实践 一种实践 humanizing we have to humanize 这个humanize不是说让他们变成小波尔乔亚 不是 要让他们 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而且要让他们要带着后面那批 可以往一块往前面去发展 他最终的结果就是 老百姓也民兵化 最终结果就是老百姓民兵化 老百老百姓的生活也是一种 高度就是 集体化的 纪律性的 然后 就是有 自我发展的 就是 在生产模式 这就是说历史上大家生产 模式它都有局限性 那我的 其他模式 可以具有先进行 其他模式具有先进行 其他模式是相互之间不是异化的 是平等的 生产关系当中 还有厂长 公认之分 还有这个 干部 还有什么之分 但是 你在 这些生死攸关的这些活动 大家都是 平等的 一个士兵和他的指挥官是平等的 是平等的 是同志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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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一个红小兵 都不需要跟他说谢谢 是应该的 那么这是一整个这么一个 这个过程的 一整个 他就构造起一个武装机器啊 他是应该的 他是 是他的信仰 他的使命 他人生的一个 他自己发光发热 他变成human的一个过程 你不需要对一个同志说谢谢 You don't have to say thank you to your comrade You understand 这个是就是说 他当然这个东西有先有后 有前有后 也有 反方向走的 他也都是曲折的 他说整个这个点位 那么这个东西 由于他有这个动态性和主动性 而且他秉承了4-3-2的一个特征 所以他要 敢在历史的前面 要避免这个population的异化 要主动的要让他humanize 了解吗 这个东西就是和这个 历史必然性做抗争 做斗争 那么这种斗争 只要是持之以恒的 坚持着 那他本身 就是历史必然性的 自我革新 自我更新 所以他在战争 就是会 一开始肯定是弱 以弱面对强的啊 肯定是弱面对强的一种状态 一开始就是弱面对强的一种状态 然后他当中的策略都是 节奏紧凑的 快 快速度快 抢在历史必然性之前 超越克服中 主观上克服人的惰性 所以他在这里本体 本体论上的这个幸福感 本体论上这个幸福感 终界他的幸福感是什么 就他主体性是什么 是积极性啊 积极性 是他的朝气 是一种朝气 是一种就是说 马不停蹄 马不停蹄的那种充实感 大致要能明白这种幸福感 因为你你每多做一分 你每敢在历史必然性前面 历史必然性的异化带来的灾难前面 你做的一些事情 他就能让更多人过上 更有人样的生活 他是有个尺度有个比例在那边 但这个比例这个尺度 他也是在历史的局部之下 不停的发生变化的 可能一开始让他过更有组织性 纪律性的生活 是更有人性 但后面是让他自己选择更有人性 就是这个东西是 那个那个标尺 由于他是随着历史过程 不停的扭动 不停的转的 所以这个标尺 可能上下发生颠倒 所以在 M的时期和后面的时期 可能这个标尺就不一样了 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实践本身 失去了他的价值 并不意味着这个实践本身是错的 他可能会僵化 他那个标尺 什么是more humanized 什么是more popularized Populized I don't know humanized和 popular 和民粹的 这个要区分开了 他实际上他是 这个东西 一朝不慎 容易走向 popularism It's easy to But you have to find 就是这里面就是说 要赶在 就是需要先锋队 需要 建设者 本身要赶在实践的前面 本身要赶在历史的前面 历史必然性的前面 要引领潮流 潮流尚未抵达之处 你要抢先站到的面 那么这里面就是说 需要 历史的 洞见 需要试错 需要尝试 只能回溯性的来 来设定他 很多失败了 那就不是 很多失败就不是 就是恪收求见 那就不是 但是在这种不是当中 我们就是看到一个绝望的 就是 4-4 4-4级 那个东西 你就看到是那个东西 那个就被我归到 4-2-4级里面 好吧 在这里一定要有一个 幸福感 积极感 朝气和充实感 作为他的中介 主体性的中介 所以叫 时来 天地 皆同利 运去英雄 不自由 这个时来 不是天地皆同利 是人在同利 人心 其他也善意 那么这里的 否定性呢 就是他的落小 他的落小 肯定性呢 就是他的 敌人的强大 敌方的强大 敌人的强大 武器层面的 技术层面的 这肯定性的 但是你有积极感 你就就 有一种游击队的积极感 他这种积极感 朝气充实感 是游击队的那种积极感 你打不死我 我 我虽然落小 但是我并灵活 我比你快 我抢 我没有惰性嘛 你把10万人的部队过来绞我 一天走吉里路吧 到村子里面就要胡扯海喝一顿 那些军官 跟老百姓都是绝缘的 我 我们则是很积极的 积极的去 humanize population humanize 把底层的老百姓 把中间的那些开明士绅 都要告诉他们 快 快马加鞭 在他们的头脑当中 顽固的观点 成形之前 在他们头脑当中一些 浪漫的幻想 顽固之前 怎么样 抢在他前面 告诉他什么是对的 跟他们辩论也好 大张旗鼓的宣传 以身作则的 树立起榜样 随便什么样的方式 你要赶在前面 做些东西 那么这种积极感啊 充实感 就有 心境火船之感 这过程当中 虽然就是队伍 肯定有牺牲 不停的人在牺牲 不停的人在凋零 但是有心境火船的感觉 就有一种就是 我们在创造很宝贵的东西 并且把这种很宝贵的 这种人性的关怀 人性的关怀 以另外一种性啊 那个我不能说 另外一种 P 那种性的形式 在散播下去 传播下去 在这里这两种是 统一的 Humanity and Vanguardness Vanguardity 这两种是统一的 他们是统一的 They are the same thing 所以他有着急 有一种心境火船之感 可能就是 你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看到一些 这个 提休斯之船的奇迹 在这里面发生啊 那么这肯定性的意义 就是说 历史本身的肯定性 敌人很强大 而且 就是顽固保守的生产方式 也很强大 也错误的 也思想观念很强的 这些错误的思想观念里面 会让你 征召起来的部队 他有虚 错误的观点啊 有些慵懒的 你需要你的正攻 啊 政治工作思想工作 要赶在前面 这些人拿了枪 怎样怎样的 就 很容易 就变成土匪化军阀化 要赶在前面 要快速度反应 要有一批人 快速度反应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 他的行动单元 他的 长预论上的行动单元 叫做 长预论上的行动单元啊 单元我就直接说了 叫做什么 然后 那个伟啊 啊 赵刚你知道吗 赵刚 赵刚这种人 赵刚这种人 要赶在前面去 等着他 等着李云龙 赶在前面去 实际上是他指挥啊 就是说 就是 这个事情是 你知道吧 就是说并不是这里 就是军事艺术本身 就是你在下面的部队里面 可能是指挥官本身说的算 而这个政治工作的负责者呢 他 主抓这个东西 但是呢 他层级越高越到战略层面 在战术层面是他们说的 但是到战略层面 更多的是要考虑 这个 这个 的观点 这个观点 我们的M 我们的M同志 他只说他就是 他当 他当市长的时候 他误以为他被那个 那个取消了那个啊 那个身份 误以为被取消了 Vanguardity 暂时 那个时候 大部分情况 他都是 我都不想多说了 常议论上啊 这个 建设者 历史 人民 这个历史就是一个 剧烈变化 这个历史是就是军事史啊 我们可以说军事史 是 这个军事史 它有各种创造性的实验现象啊 这个 这个历史 它是个激烈变化 社会各要素 各要素在快速的 历史当中 各要素在快速的相互混合 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对吧 而建设者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要 主导 他要使他的力量 就至少 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激烈的 化学反应当中 就像你玩三肖游戏 你知道吗 有没有玩过三肖游戏啊 一堆这个格子 然后你把这两个一拼 然后上面东西掉下来 就是 就是 肖肖乐 你玩过肖肖乐吧 肖肖乐 实际上 你就可以想象玩肖肖乐那个那个那个图景 那你玩肖肖乐的图景 你玩多了 你就是要凑四个的或者凑复杂的那些东西 不让他提前引爆 对不对 让他 然后这些 你凑起来那些比较大的宝贵的一些肖肖乐里面的那些东西要把它保存着 那大概这里面这个建设者就有做的就是这个事他要把那些凑的东西那些奴役的东西给他消解掉 然后把那些宝贵的东西给他humanize要把它保存着 他要通过这种历史的快速的这么一个各要素的化学反应 剧烈的化学反应 啊 要使得人民 要变成 要变成就是人道的过上人道的生活啊 人道的生活 是以战争的形式要免于战争的残酷战争的痛苦 这个在 其实在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啊 非常了不起的 在这个我们的根据地那个农业生产新兴向荣 整个这个 就非常是 就是在华北平原上面到了这个 抗战后期的时候 你就能看到就是说有一种 伟大的力量啊 有一种就是 有一种就朝起 蓬勃的朝起 从那个我们的红色capital 里面 奔涌而出 就是你们大致要明白啊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非常少见的 非常少见的 而且他抬起头颅来不是引进就任 而是能够看得远了能够看清楚跟谁走了 并且能够看到自己的路自己怎么走了 这是很很了不起的很了不起的 这边 这边啊是让他过上这种人道的生活 人道的生活 在残酷的战争 残酷的被帝国主义侵略的那个背景之下 能够过上人道的生活 能够过上 积极的有朝气充实的生活 不再感到绝望那个那么多年呢 十几年 不再感忘 不叫八年了 我们后来已经改口径了 十多年啊 不再感到绝望 但是非常 非常了不起的啊 非常了不起的 这么个建设者说他是玩笑笑乐的好像有点不太那个啊 我们更改一下他不是玩笑笑乐的 他是在破坏中建设啊在破坏中建设的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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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来决定的 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过程的一些破坏当中寻找契机 总是寻找契机在保留在建设 那你要赶在前面 你要赶在前面才能保住 相当于有类似于玩战棋游戏里面有一些战略关卡 不是 一个那种散漫的对战 而是那种战略关卡 你玩了几百次了 你知道下面你走这一步那后面就是就输了 那你要赶在前面在前面 那一步之前前面好几步就开始调整你的那个战略方向 调整那个 呃你你要叫这个 就是 但是 你玩战略游戏那些人是背得下尾随机数 知道他那个骰子是不是成功率攻击成功率是多少你才能这样玩 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人 他是需要通过现实当中 所积攒的经验知识 然后把他 自己反思上升到科学真理 才行然后反过来再去知道现实 他却不停的 无数次的做这样的 而且不仅仅一个人 需要 这个集群里面的几乎所有人都在不停的这样去学习 不停的这样去思考 相互促进 相互辩论 相互不停的把正确的意见反馈上来 下面的意见在向上反馈的时候 所以在这里啊就不再是那种情报工作意义上的了 不再是 4-3-1-4那个以上的这里面反馈上来的意见 他必须是 所以认识论上啊 所以认识论上 这边是单纯的反馈 这里就意味着他的反馈是要经过 下 下级啊 下级要反思 自己筛选过 他是集体智慧啊 集体智慧 这个集体智慧并不是说这个集体啊所有人把智慧呈上去不是他每一层都有一个中介反思中介啊 然后抉择 每一层都有反思中介抉择的过程 然后层层往上最后在最高的我们的m同志那边 在在三人军事小座或者说多少人反正后面不知道多少人了不管了 那边形成一个基地决策 不是谁就是最伟大当然是 最有代表性的是我们的m同志他是最伟大的最了不起的 然后这边只是一个一般情报 一 班的一阶情报 一般情报 一般情报的一个上报 一般情报的一个上报 就是这两者是同时并存的 他们相互之间会有冲突 相互之间是 冲突所以是过程是 曲折的进行动魄的 他没有得到一个 协调啊 他没有得到一个协调 就认识论上这个2在这里他会有一个 高阶的一个 反应模式 高阶的表征模式 这高阶的表征模式是 在整个这个部队体系的每一层机 这个层层上达过程中是每一层不是说就是 当然是同时这里如实上报 但这里也有他自己的思想观点判断 他现实的思想判断 他现实的抉择 这个东西 更具有权重 更具有权重 那么这个是和 这个 KMT的他的那个 传统封建的那种官僚性的那种 那种反动部队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赢了呀 所以就在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是那里面那种 Democratic的那种风气 那种感想 感言的风气 那种一旦形成集体决策 又大家都绝对的去 服从认可 因为这个过程的角色是民主的 大家都是畅所欲言 都是 都是动得脑筋的 所以他 最后在下达下这个命运 大家都是信任的 都是信任的 了解吗 目的正向是一 目的正向是一 我这里都已经给你 他的军事决策模式都已经给你讲了 我靠我不能讲太多东西了 你以为我能这东西能在互联网空间 在怎么敞开讲吗 你这搞笑啊 靠 其实他的情职机关并不是特别专门化的 不是特别专门化的 他是每一层 由于每一层都有一个 political 委员啊 那所以 所以他每一层都有一个核啊 你知道吗 不叫一个核吧 都有一层 就是那么高阶二阶化的一个战略 至少都有他一个 稍模糊 就是每一层都有他的战略 每一层都有他的战略层 他的战略层是每一层都有的 而且越到上面战略层的比 权重越高 下面的战略层是负责观察 负责分析和判断 但是不是下军事决断 军事决断可能在下面的时候 还是要靠这个指挥官本人呢 但是越往上传达的时候 所以我说他的实践 基本单位是各层级的这个 各层级的political 委员 委员 都能说的吧 好了 莫定论上这个一啊 莫定论上这个一就是很简单 啊 humanizing humanizing humanization humanization 这humanization就是说 当当然 在这么一个理想主义或者是某种无处装饭式之下 那么 你要知道就是 你不要说humanization是一个凭空的东西 哦 他也是从历史现实里面出现的啊 你说在农民的眼中他有农民的humanization 在工人眼中有工人的humanization 啊 在这个 甚至在小布尔乔亚眼中他有小布尔乔的humanization 但是 他也是每个就是相当于战略的 就是每个层级都会有自己的战略啊 有自己的战略意图和自己战略眼光 但是他是 集中汇总到上面去了 这么一个集中汇总的过程 然后再放下来的过程 你会发现工人和农民都认了 小布尔乔亚不认 所以才会有 高华说的那些东西 他把描述的 他的描述是有问题的 他刻意用知识分子或者小布尔乔亚的视角去描述 It's wrong 我们就讲的这个过程 你每一层都有他的战略面 对不对 每一个层级都有他的战略面 但是你这个 传导到上面去 这整个体系在传导下来 你要认 你不能就以为你是中心 你就带有普遍性了 他是有竞争关系 是个历史悲剧 我当然承认 因为你可以说他的核心本身和这个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这一层也是同志的 不是同志的 It's not 他不是同志 你默认有同志性就错了 不是的 扮演的角色 在历史当中 完全承接的能力方式是绝对不一样的 是绝对不一样的 你不要以为你会读了几本书 会写点文字 就你连 就是这些人 联合那个 我不说了 有的名字我不想说 不说了 在别什么桥 的那个 哎呀 什么不如死 你们都不是一种人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要成为这种人的话 你大致 你要 你的学问得用来 啊 这是很有用的 然后你 就是你 仇生要去做的事情 哎呀我不想说这些东西 I don't want 有些东西是 什么吵都吵不完的 但是我 我懒得跟他们多计较啊 就在这里就说humanization humanization humanization在这里其实 要 这个过程当中 首先 就服从 所以目的上 写个1呀 其实要服从 就军事 还有一点就叫服从 我们讲的你有这么多的这个意见表达渠道 或者是说这种决策 民主化的决策模式 但最终下来再下来的时候要服从 Abey 所以在目的论上写的是 没有这个目的 没有这种humanization 所以你看啊 这又又又 变成slave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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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become slave It's become human 你自己 认同了自己 就相当于是 如果 暂时的 没有办法 让一个个的个别的人都成为 它取决于敌人的组织模式 这个东西就是说 历史的肯定性的那一部分 本体论当中肯定性的那一部分 敌人是集群化的 十万二十万的 那么我们只能说 我们的十万集的这些人 内在关联当中 肯定是有上下级之分的 肯定是有命令和服从之分的 但是我们这十万人 敌人十万人 我们可能我们的单位比较更小 我们的五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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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都是很灵活的 都是有自己的意志的 都是从宏观层面那种看到的 但其实从具体细节层面 几个人一个班 对不对 几十号人 几百号人 一个排一个连 都是很有它的自主性的 但是它又是很服从的 就是 这是有这么一个反向过程 上去再下来 上去再下来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我这里目的论上只能用一啊 就是用humanization humanization这一个词来表明 实际上它是 目的论上是一 但是它运动有两种 这就是很有意思 在这里啊 我不想多说 因为多说的话 又要有一些 不能够理解这种可能性的人生气 生气呢 我也没办法 生气也没办法 组织框架的形成 它实际上是必然的 约束啊 军规啊 这些东西 纪律的这些东西的存在 都是必然的 首先 这纪律本身就是要让别人也humanize 就是不能骚扰老乡啊 不能去 不要什么一针一线啊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这些东西 是本身就是 它是被外部世界反向塑造 但是这个外部世界反向塑造你的时候 比如说农民怕被偷东西 那你就是说KMT的部队 就是我非要搜刮 刮民啊 你就可以有不同方式 那我们的部队就是 我还帮你干农活啊 我还帮你带孩子 我还帮你烧信 就是同样一个历史现实 它会反向塑造 但是它会塑造成两种不同的东西 那取决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humanization humanize not only ourselves but whole humankind 我们要把全人类要解放掉 但是是 它是有个次第过程的 肯定是我身边的周边的这些 老百姓人口 把他们humanize 然后逐步如往外推 或者说成古成浪的 快速的 大胆的 后面那个 如海如潮的 那些过程 一个省份一个省份的 你整个自治区 这个这么一个过程 或者一整个行业 一整个行业的 一整个民族 一整个民族的 都让他们过上 有 体面尊严的 不和人性的生活 至少在政治层面 至少在一个机构设置的一层面 保障他们这些权益 那么机构设置层面 这个就后面的点位了 我们今天就首先就讲了这么一个点位 这么一个点位 它是一定会在一开始表现出一种 对立关系 humanization和 popul 把它们仅仅变成人口 或者是甚至变成奴隶啊 这些过程是敌对的 那么这个敌对 在这里的话 这是个历史 红流不可阻挡啊 不可阻挡 所以 这个东西相当于把那些惰性的 口定性的东西吸引到它内部去 吸引到它内部去 这个内部就是 吸收了这一种惰性的东西 那这个吸收的东西 它就变成另外一种 积极的惰性的被动性 那就是服从 积极的被动性 active in activity active in activity it exists in real life that is a bay 你懂吗 就是这变法 就是你逻辑上 这肯定不可逻辑 但是现实当中 它就是这样的 它有发生的过程 好吧 那就讲到这里啊 我跟你扯太多了 也不便于你自己去理解 当你真正有杆子 不可人的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是和平时期 当你真正就是 比如说有个三五个工作小组 大家合伙搞个项目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了 好吧 大概就知道 这个这意味着什么 那就讲到这里啊